和大家分享發表在大公文匯的一個評論文章 我會一邊讀一邊和大家講講我的看法 作者就是張敬偉 題目就是《反食苦果突顯美國反華的戰略困境》 看看說什麼 美國40年內破紀錄的高通障 成為現在的拜登政府的硬傷 怎樣可以抑制通脹呢 美國前任和現任的美聯儲主席 就是兩個不同的藥方 但是兩個藥方都錯了 最慘就是 第一種就是現任美國 現在的巴維爾加息猛藥 已經在3月、5月和今個月 前後加了1.5個百分比的息 成為1994年以來最大的加息幅度 但是今個月15日加息 紐約股票市場應聲大跌 顯示出市場仍然擔憂 美國經濟下滑的信號 換句話說 鮑威爾就開錯了藥方 另一個藥方 就是來自他上屆的 美聯儲主席 現在的財政部長 耶倫 他認為要平抑美國的通脹 最重要是配合特朗普時期 對華商品加徵的關稅 要重新配置 強調對華的3千億美元 商品加徵的關稅 是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這其實一直都是華倫一貫的立場 如果可以減除這個關稅 就可以減低美國現行的通脹 這個可以減低一點點 但很肯定問題不是在這裏 美國有非常濃厚的反華氣氛 拜登不獨自繼承了 特朗普時期對華關稅的戰略 而且更加加速了 對華的科技資本領域的脫鈎 另外他也加劇了意識形態的反華 佈局地緣政治 經濟軍事反華 將對華極端競爭推到極致 當拜登濫用貨幣放水政策 刺激美國經濟增長之後 這個高通脹的副效應 隨之而來 放水刺激經濟是美聯社 加息壓抑通脹也是美聯社 兩個政策互相矛盾 自然難以取消破紀錄的高通脹 其實這裏說得很對 真正的高通脹是因為 美國印太多錢 其實不只是美國 而西方國家印太多錢 有這麼多流動資金 注入市場之後 各種各樣的期貨之類自然會加價 反映出市場的價值沒有變 但貨幣多了 這個必然後果 再加上俄烏戰爭 俄烏戰爭擾亂了經濟配置 尤其是在能源方面 因此結果令美國非常厲害 所以不是一個原因這麼簡單 而是很多原因 美國加息通脹無效 拜登政府也面臨中期選舉 我覺得很大可能性 會變成一匹腳鴨中統 如果是這樣的話 2024年更加前景暗淡 如果拜登現在減少對華 三千億美元的關稅 這樣會受到共和黨和反華勢力的耐竊 在咬它 而且美國反華的戰略性加碼 加劇中美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兩國之間的信任已經非常低了 美國調整對華關稅的政策 現在只是進退失據 無法找到真正的決策 亦都拖來拖去 拖來現在未曾做到任何事 美國總統上任已經年半了 這方面甚麼都做不到 雖然他在競選期間 說要剷除關稅 但做不到 而更加大的問題就是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指出 美國營運商拆除 華為、中興等中企生產的設備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指出 會復號資53億美元 本來國會撥了19億 差很遠 19億和53億 差了三倍 所以現在 無緣無故多使53億 當然這些成本自然有美國企業和民眾埋單 但有沒有得到好處呢? 肯定沒有得到好處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浪費 這樣浪費的話就沒辦法了 他現在還在繼續搞其他事情 譬如印太經濟框架 這個框架只有一個殼 所以很難真正形成對中國大的要脅 而區域的每一個國家 包括日韓、東盟十國、紐澳和太平洋國家 可能在意識形態上跟中國不同 但是做生意是做生意 你不可以阻止我做生意 中國作為一個最大市場 這是很大的吸引力 現在他弄了一個美國競爭法出來 準備在美國加大對科技投入 希望增加美國競爭力 現在問題是誰的競爭力上升得快 我們知道美國對華的芯片限制 現在刺激到中國內地的芯片產業 現在正在偏地開發 噗噗聲上 全球發展最快的芯片產業 多謝美國 現在在中國那裏 而他希望引入一些先進技術 包括三星和台積電 想拉進美國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配套方面 我相信有非常大的困難 你要拉一個工廠進來 但是工廠所有的員工 全部都是外國人 這是沒有意思的 你要津貼地價 津貼能源之類 等這些廠進來 你最終都希望 是美國裏面的人民就業 有一些高質量的職位 現在就算這些企業 真的在美國落地 有高質量的職位出來 美國有沒有人可以進入這些職位 這是非常大疑問 另外其實任何這些 非常高尖端的技術 背後有一大堆支持的企業 譬如用那些 墮器 Innergases 或者其他東西 現在說到Innergases 墮器 俄羅斯剛剛宣佈 會限制墮器的出口 這個可以說對於半導體業 雪上加霜 現在已經做不切晶片 如果再有多一個原材料 受到限制 沒有的 這個限制出口 最大影響當然是不友善國家 有善國家可能 俄羅斯就不會限制 而只是限制有善國家 於是日本、南韓、美國 拿不到Innergases 做不到工序 做不到工序 或者做得不夠好 那就可以影響你的制程 所以現在 我覺得最終來說 現在我們說兩個陣型 一個就是美國加上歐洲 目前來說 好像他們這個陣型 非常多高端技術 市場又大 但是相對另一個市場就是 中國加俄羅斯 之後再拿一堆 譬如印度、伊朗、土耳其 再加上中亞一堆國家 而中東的石油國家 似乎現在也不買美國的賬 而在歐洲和拉丁美洲 亦產生一個很大的變化 在拉丁美洲那邊 大部分人口的統治者 現在已經是左傾 即是說拉丁美洲後面 很多國家開始搞社會主義 或者是共產主義 是左傾 對美國繼續向右傾 當然是格格不入 一個可能性 美國就要對這些拉丁美洲國家 施以更大壓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美國有幾大能力 可以全球到處施壓呢 這個大問題 而是目前來說 最可惜就是 歐洲那邊的國家 就蠢到自己 欠自己 願意被美國控制住 能源方面 就和俄羅斯脫歐 這個對歐洲來說 絕對不是好處 這個可以使得歐洲經濟有大問題 就是美國經濟 我不覺得它是 真的可以 是 好去上來 現在美國經濟 在未來最少一段時間 在半年至一年期間 都會受到它的通貨膨脹影響 經濟會放慢 最少會放慢 會否衰退 大家未知 但最少會放慢 歐洲那邊 都因為能源問題 經濟一定不能增長最少 會否放慢 不知道 而他們的通貨膨脹都非常厲害 今天在世成國事 我提到 德國的通脹有兩個指標 一個指標就是消費者的物價指數 一個就是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消費者的物價指數是7.1% 但最重要是生產者的物價指數 是33.4% 超過三分之一 換句話說 未來一些時間 要是它的企業 將高了的價錢自己吃掉 要是將價格高的成本 轉價給人民 給市民 換句話說 如果它轉價一半 自己吃一半 轉價一半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超過10% 價格上升 加上現在7.2% 換句話 我們可能看到 在德國來說 有一個雙位數字的通貨 消費者的物價上升 而這個物價上升 會延續一段時間 因為所有生產者的物價上升 有一個延遲 要等那件產品出來 去市場 有一個延遲 這個延遲 不知多長 看你是哪一類的產品 但是 換句話說 我現在很期望看看 下個月 即是6月份 現在這個月份 在7月的時候 推出歐洲那邊的通貨膨脹指數 會否還可以維持在一個位 不會變成雙位數 這個我可以看 我們接下來繼續看這篇文章 說完美國的建真法 我不覺得會對中國的形勢大改變 中國在打擊之下 反而更加越強 最後一段 美國不是萬能 美國兩條 戰線 歐洲反俄 印太反華 對美國疲於應付 美國國內的通脹和中期選舉 會使拜登政府壓力大如山 內憂外患 是拜登政府難解的戰略困境 亦都我們見不到 他有一個全面的戰略的計劃 看不到他可不可以將 在歐洲那邊的東西 和中國在亞洲那邊的東西 作一個全盤的大戰略 去考慮 然後推出一個政策 去應對他所謂的問題 我看不到美國有這個能力 亦有這個政策走出來 我在今日的世情國史提到 現在美國政府一個大難題 就是他無法產生一些 可以解決他國內問題的政策出來 余道提到 到底是他不想做 還是沒有能力做 我覺得所有領導人都想做事 但做不到是一回事 而他不想做一個可能性 余道指出 可能因為自己的利益關係 因此放棄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而現在只是集中說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不願意去改 這有可能 我絕對不會覺得 美國的政客真的可以為人民犧牲自己 這件事我相信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很難大家期待 美國政府會這樣做 美國的政客會這樣做 所以這裏余道所說的 有沒有原意願去做 我覺得都值得考慮 但有沒有意願都好 我現在看到的結果就是 他們出不到任何有效政策 去解決國內問題 主於國外問題 即是國際問題 包括俄羅斯 包括中國 包括全球的治理等等 我覺得現在仍然都是 這裏有事就貼一塊東西上去 那塊東西是誰來的 在別的地方挖過來 拆牆起屋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不是代表一個國家是穩健的 反而是代表一個國家現在 是貧臨衰退的階段 這個是我暫時的觀察 那到底會不會這樣發展呢 沒有人想一個國家 突然間完全崩潰的 老實說 因為我都有三個妹妹 在美國公民 在美國生活了很久 所以我都不希望 那些妹妹 將來的生計 受到影響 但是現在 目前來見 環境真的非常之差